再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 这个是罗文钢跟板材 07年开始到现在的数据 罗文钢跟板材大家非常清楚 什么地方大兴土木了 什么地方就要用到罗文钢跟板材 一旦罗文钢跟板材价格下来 那么大家就已经知道了 这个地方的基建或者是房地产 投资肯定是下降 就是中国的钢铁行业 我上次从钢贸市场回来的话 看到的情况是 这个在当地我觉得可以变成养猪场 或者是可以变成一个养牛场 那么当地的钢贸市场怎么活呢 以前有办法活 现在恐怕很难了 最近像上海的银行业 它非常明确就是 给福建的某些钢贸公司 它已经不贷款了 因为你用仓单来抵押贷款的话 它发觉你永远是在虚假贷款 然后贷了款之后 它做的并不是钢贸 而是做高利贷 现在已经有几家钢贸公司 开始资金链断领 所有的这些日子难过的行业 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弄到平价的资金 拿到平价资金之后干什么 就是放高利贷 这是刚才的情况 一方面是价格在下降 另外一方面大家看看 库存直线上升 目前的库存处于一个历史高位 很多人说为什么中国实体那么差 但是我们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尤其是官方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还不错 在50以上 经济是属于扩张的 为什么 是因为铁矿石也好 铜也好 钢材也好 它的库存都处于历史高位 都在补库存 那么煤炭同样如此 煤炭这个领域 一般来说是所有的行业里头 它的价格最低 我们可以说钢铁行业下降了 有色金属行业下降了 但是煤炭行业一般比较坚挺 大家看看博海动力煤价格 就能够清楚这一点 因为中国主要是用煤炭 而且煤炭价格是市场化的 但是它坚挺坚挺 坚挺到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尤其到四季度的时候 我们发觉煤炭的库存在急剧的上升 现在秦皇岛码头 满天满地的堆了全部都是煤 然后煤炭的运价在下降 大家就已经开始看到了 整个已经影响到终端这一块市场 看数据的时候要有感情 真的 很多人说你看情书才要有感情呢 看数据要有什么感情 我每次看到这样一个股票 成交量大幅下降 或者大幅上升的时候 我就知道背后有多少人 有什么庄家在那儿坐 然后你看到这个煤炭库存开始如此之高 又到了这个高点的时候 但是价格开始降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沿海的铁矿石 沿海的铜 包括中国的铜矿 做期货的铜矿 现在这个保税区的码头已经放不下了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煤炭在码头堆着这种情况 中国你就可以想象做实体的人 包括以前说做资源的人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去年四季度 日子是非常难过 在这种情况下 谢谢观看